大家好 歡迎又收看新一期的大城小里 我是明光社生命及靈驗研究中心的義務研究主任 Michael 喂 你打了針沒有 現在打針可能有車有樓有獎金 不打針 可能一分鐘食物都沒得吃 可能很多地方都不准去 政府現在相當厲害 要鼓針 近來也有一個很有名的日劇 我借了這個日劇中的一句話 我不是想說這件事是可恥還是有用 我純粹是一個棄言 所以聽到的朋友 不要覺得你這麼廢就有Value Judgment 你又說大城小里 這樣說話是不對的 我純粹是一個棄言 谷針可恥 但肯有用 我用《月薪嬌妻》 這是日本很出名的電視劇中 一句很經典的龐伯說話 關於接種疫苗 我們是否應該有些倫理思考呢 除了打不打針 痛不痛 還有會不會頭暈身慶 其實裏面應該是有些大城小里的思考 我們可以去想想 老實說 這個谷針的歷史 或者打疫苗的歷史 其實已經很久了 不要只以為現在才會有這種事 其實概念很簡單 就是我們有些病毒 有些致病的原體 身體不適應 身體不知道 所以我們就很容易生病了 但如果有一種方法 例如疫苗 令到在身體未有致病之前 我們已經裝備了身體 認得病原體 我們便不會生病了 以往在不同的流行病 在人類的醫學發展 疫苗是一個非常有效的 預防疾病形成的方法 但其實爭議也一樣是這麼多的 其中一個很經典的 我相信在一些世界歷史的貨本 都見過的 這個就是種牛豆 種牛豆即是天花 在手臂上可能有一顆很大顆的 針痕就是種牛豆 我們也會種的病 基本上 天花的疾病已經絕跡了 其實是很大原因 歸功於 我們在全世界有一個 非常廣泛的 預防疫苗計劃 曾經令到相當多人致命的疾病 令人類有死亡威脅的疾病 就是基本絕跡 但當時種牛豆也有很大的爭議 第一 大家害怕 有風險 甚至大家不知道這些是什麼 會不會種了一隻牛 你看這個漫畫 裡面是那些牛 種了一個人的手臂 大家都有點恐慌 其實比對幾百年前和今天 其實我們害怕的東西都一樣 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 因為疫苗是新的 科技也是新的 臨床驗證都還在進行 大家對它有害怕 有風險 甚至可能身體會有不適應的情況 這個也不出奇 所以這個爭議從來都有 老實說 不只是這次武漢或者新冠肺炎 這個疫苗 大家真的會有反對 其實在很多現行打的疫苗 私打的過程中 海和國也有反對疫苗私打的行動 例如它可能牽涉到一些道德層面的 關鍵 風險的評估 甚至可能是它對身體會有不好的副作用 這些爭議 不只是這次打武漢或者新冠肺炎的疫苗 才會發生的事 說真的 其實打疫苗 真的需要有些思考 並不是說我想打 我不想打 誰叫我打 或者誰不叫我打 這麼簡單 其實應該有多些考慮 首先就是 很實際的層面 老實說 要打和不要打 如果你想得最簡單 在國際上去旅行 或者應付一些疾病 老實說在國際上的層面 其實打針有些疾病 已經成為了你 例如要去某個地方必須做的措施 例如小弟之前去過南美旅行 我去旅行之前 其實是要打黃熱病針 要打霍亂 傷寒 八日咳 藥疾 破傷風 我們去到衛生署港口防疫的診所裡 必須要打針 吃預防藥物 例如我剛才說去南美 你不做這些措施 其實它是不讓你入境的 所以你說 打肺炎疫苗 會不會變成這樣呢 很可能會是這樣的情況 這就是你要去 報答地方的requirement 這也是一個考慮 除了這個之外 在本地來說 例如我們經常說的群體免疫 群體免疫的概念 其實就是 如果救人打完 某種疫苗 疫苗有效率也夠高 我們可以幫助社群 盡量抵抗病毒 或者病菌的入侵 令整個社群 都可以保護自己 這也不只是肺炎 這次才說的 其實以往我們例如說流感針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都在說這個概念 就是你打針 你可以減少一些 種流感 亦因為這樣 令你可以減少傳染流感 給一些身體軟弱的 例如老人家、小孩 這樣就令到他們的風險減低 尤其是 對於醫護人員來說 很多時候呼籲他們去打流感針 都是用這個原因去說 其實類似的例子 除了打針之外 也有的 例如 建築行業 大家也知道 建築行業 例如你不走打 你要去做各樣的工作 都要戴 安全帶 其實以前說安全帶 就是 救得你的命 但你見現在 建造業 呼籲工人去戴安全帶 背後都是說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保得住你的命 就可以照顧好你的家人 所以這也是跟群體免疫 是相同的原理去說這個 所以也是一個社群 不僅是你一個人的決定 當然 除了群體去旅行 我們也要考慮成本 又或者風險 因為始終打疫苗 無論現在是一些新科技研發的 還是用一些傳統滅活的疫苗去處理 其實對身體可能是有些風險的 所以我們也要衡量 例如 我們現在知道 已知的風險 例如有極少量的血栓情況 例如打英國疫苗 或者打BNT 就是復必泰疫苗 可能對於一些三高的人士 例如血壓高 血脂或者糖尿的病人 控制這個情況不好 你應該要聽醫生的勸告 或者看他的advice 你要取得意見 然後再去衡量評估 你發覺疫苗帶來的風險 如果你計算過 它比你的防護效果軟高於風險的話 你的風險亦可以承受 你的病況是能控制到 醫生亦覺得風險是低 你就要去做這些關注 然後去思考 你應不應該去打 所以其實也是一個負責任的評估 不是因為我想打 或者因為有一間房子去打 所以互亂去做這些決定 這就不是一個 在打針裏面 應該做的倫理思考 還有就是有效率的問題 你選擇了疫苗 有效率可以相對較高 大家打下去的優勢 或者它的效果 都可以好一點 這些其實都是我們應該去考慮的東西 但很可惜地 現在香港的情況 就變成像你打針 就可以送樓送機票 有婚姻配對 有假期 變成像拿著數 反過來就好像一邊蘿蔔 一邊藤條 你不打的話 我就提高了有因 不過你不打的話 你又有得受的 你不可以去什麼地方 你不可以做什麼 你不可以做什麼 現在變成像有掌罰分明 這就好像不是一個打針 應該我們去做的倫理思考 其實我們都明白 打針 我們不只是一個個人的問題 我們要考慮家人 又要考慮身體 又要考慮我們是否能照顧到人 這些我們都應該可以去做到 如果變成了拿著數 或者被人罰 所以你才不去打 其實倫理的思考 我覺得相對要去想一想 甚至有人說 你不打的話 就應該感覺到羞恥 我想未免將這個問題 想得太簡單了 大家都明白 因為這次接種率比較低 除了大家害怕針 風險等各樣東西 因為全部都是實驗性質 全世界都明白這個問題 不能說三言兩語 就說你們不打針就羞恥 我也認識了很多 爸爸媽媽 他壯年 他都害怕的 他不是因為 感覺羞恥不羞恥不打針 而是他都要 顧著 因為他是爸爸媽媽 他是家庭照顧的支柱 上有高堂 下有子女 如果我打針發生什麼事 誰照顧他 如果他出於一個 對家人的關心 而他去 三思去打 或者不打 我覺得 是一個十分負責任的 表現 一點都不感覺到羞恥 所以我覺得 說這些說話的人 他應該要想一想 其實他的倫理思考 是去了什麼的地步 我們由一個家人 對一個個人的層面 去想 其實這次打針 亦淪為了一個世界性的事件 當然世界性的事件 大家最近都看到 我們的鄰居 台灣 因為疫苗的問題 或者因為病情反覆的問題 都令到國際非常緊張 原本 他是武漢新冠肺炎的 極成功的抵抗例子 但是最後 都沒有辦法了 近來的 感染人數 都急速上升 疫苗方面 他們真的遇上很大的困難 大家都明白 因為 有一些 供應上的阻攔 我們都明白 這個情況很複雜 我們沒有辦法 三言兩語說得清楚 但是我們看到 一方有難 起碼台灣 就是有日本 以及有美國支援 大家都看到 那種友情 超過了那種 政治 各樣東西的友情 令到大家都看到 真的 是比較感動 老實說 我們政治的 我們都不說太多 但是我們真的看到 一針裡面 就真的有很多的倫理 可以有很多的思想 亦都不是一個容易的決定 我們都要尊重 所有人去打 或者不打 這個針的一些決定 亦都知道 這些東西 不應該輕鬆地去處理 所以大家 加油 要考慮好 你打還是不打 都是要小心 充滿了這些倫理的決定 考慮了之後 就做好 做好這些決定